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凄惨的叫喊声加剧了美丽内心的不安 她退缩了 想要离开 而医生适当地出现 打消了她的念头 她安抚美丽 让她安心检查 碍于面子 美丽只好又坐了回去 不一会儿 护士推着器材进来了 为了缓解美丽的情绪 医生和护士变成花样逗她开心 虽然 这并没有什么用 医生告诉美丽 面前的这台仪器是一款进口产品 用了它 你不会感到一丝疼痛 美丽牵强地笑了笑 这时 对面检视的男人想要冲出来 她拍打的窗户 撕心裂肺地参交着 美丽待住了 此时 医生迅速为她打上麻药 钻心的疼痛 让美丽不禁抓紧了椅子 一针打完 她疼痛地捂住了脸 医生不以为意 而是跟她讲起了关于牙齿的童话故事 据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部落叫谷族 他们无所不能 生活在地底下 他们通过食用骨头和牙齿生活 当人们把掉落的牙齿搬进土里 感知到后 他们就会安息 身旁 忽视怪异的行为 引起了美丽的注意 而这时 麻醉的药效开始起了作用 迷迷糊糊中 美丽看见对面的阵士 突然走出一个和医生一模一样的人 她开始后怕 看着诡异的医生 美丽挣扎着将护士的手术盘打落 医生和护士并没有生气 转身捡起散落的工具 无意间 她看到护士的颈部竟有个拉链 她彻底慌了 她想要逃离 在撕扯中 她一不小心扯掉了医生的面皮 而护士也趁机加大了麻醉量 美丽绝望地昏迷了过去 再次醒来 她的牙齿已经被拔掉 昏迷前的一切 仿佛是一个梦 她疑惑地出了门 看着热情的医生那么的不真实 那么在海提时代 你最害怕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好了 小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魔鬼医院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